是幫助大家怎樣用經文去帶領討論 跟人去講傳福音的時候用經文 讓我們成為一種習慣 由經文去發掘神的意思 能夠隨時他一講到一些問題 我們立即有個經文就出來 即時去幫助他 並且去發掘一下裡面的意思 讓他有更深刻的印象 譬如說有人講到他在罪中 我們就會想到一些經文 怎樣講到罪不能承受神的國 那你想不承受神的國 這個在加拿大書五章那裡講到 十九到二一節講到情慾的事都是演而易見的 行這些事的人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當我們悔改的時候 神就赦免我們了 我們即使用不同 他一講的時候 我們都有深刻印象可以記得 這是一種的查經方式 如果他願意坐下 拿手機出來看看經文 然後大家去討論 看我們任何經文的時候 都明白經文內容的意思 然後看看裡面有什麼 神的屬性和恩典 他的本性和恩典 和怎樣應用出來 我們今次的經文歷代至上二十九 將十一節至十二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耶穆說 尊大能力榮耀強盛威嚴都是你的 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 國度也是你的 並且你為至高為萬有之首 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 你也治你萬物 在你手裏有大難大力 此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這個經文就講到 神有一切 有一切有些什麼呢 尊大能力榮耀強盛威嚴 所有的東西都在神的手中 全部都是神的掌握 祂有一切的東西 尊大祂是最尊貴的 最偉大的 祂有一切的能力 祂能夠這個世界的運行 其實這個世界的運行 能夠太陽 我們太陽覺得很厲害很厲害 但是這個宇宙是有很多個太陽的 神有這麼大的能力 就算閃電的能力 我們都會發覺是極強極強的 就算有時一隻動物 那些電慢的電可以電死人的 那些能力 神賜給不同的生物的能力 神也都給人有聰明智慧的能力 但是一切的能力來自神 祂有一切的能力 還有榮耀 祂是榮耀榮美的 還有強盛 這個強盛其實就是勝利 所有勝利屬於神的 當我們聽神話 神就會賜給我們勝利 但有時有些人說 好像那些不信的人他們勝利 但他們只是表面的勝利 我們需要分辨 有時有些人他們很有勢力 好像很得性 但其實他只是表面 當他一死的時候 一離世他什麼都沒有了 就算他在生的時候 都有很多困難 但是一個屬基督的人 就算一個很微小的人 都可以有平安喜樂 不過又有很多屬基督的人 是沒有什麼平安喜樂的 因為他們不懂得 怎樣得到平安喜樂 但如果我們靠著耶穌 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有智慧能力的時候 我們的生命可以很大的發揮 神有威嚴 他有一個好像比世界上的法官 或者是君王更加威嚴的 是majestic的 就是一個非常之高貴尊貴的 天上地下所有都是你的 一切都是你的 聖經也都講到 神記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不中日 射了喜不入法萬物和他 和他同伯伯的子給你們嗎 就是神會將所有萬物都給我們 所以當耶穌說 我天上地下所有 天上地下的權力都自給我了 所以當我們有心 我想給神使用 神是你使用我 神就會給我們足夠的資源 求神使用我們 其實我們這群的弟兄姊妹 如果大家都很委身 我們有些在不同的教會 因為我們這是一個公開聚會 有弟兄姊妹是屬於不同的教會 那你在不同的教會都發揮影響力 那神就會給你足夠的資源 智慧聰明 讓你可以接觸到一些人 你可以影響他的 那神就使用你了 去影響這些人 那神會給我們足夠的能力 每一個都是可以有大能的 那首先我們自己醫好了 然後跟著我們有能力 那國度都是你的 這個世上的國家都是屬於神 但是有些人說 那些國家都不聽神話的 但是神在每一個國家 祂都有祂的子民 神都會用祂的神跡其事 去行奇妙的事去拯救這些人 所以有很多國家 有很多人他們是 本來是信義教的 但是他們尋求神的時候 他的心尋求 他就會見到義仗 或者義夢 見到耶穌跟他說話 聽到耶穌跟他說話 就帶領他去信耶穌 其中一個影片 我見到很特別的 就是有人 神感動他 他入那個書局 因為不是基督教書局 是一個普通的書局 但是他見到一個地方有發光 他走去那裡 就見到基督教的書和聖經 他就在那裡買了書回去看 神也都有向一些義教徒 看夢中 或者異象顯現 就帶領他們信主 所以那些國家其實屬於神的 雖然那個國家不聽神話 但是神會在那個國家裡面 行神跡其事 其實現在世界上 很多地方神都在做神跡其事 求主使用我們 譬如我們這個群體都影響著 不同國家影響著非洲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的奉獻 便是令到我們能夠有機會去訓練他們 去上網學習我的訓練和做功課 學習怎樣更加有效侍奉 這都是神給我們拳命去影響這些人 而神給我的呼召就是 我們總是付出 我們總是祝福神一定使用我們的 神是至高至偉大的 萬有之手一切都是祂作元首的 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 上面就講到神的屬性 上面講神是怎樣的 下面就是神為我們做什麼 就是恩典 為我們做的就是恩典 本性屬性就是祂的本質 譬如有一個人有錢 祂不代表有錢一定會給你錢 祂就是祂有錢 這是祂的本質 但是祂肯樂意給人幫你 這個就是恩典 祂會將恩典給你 神就是有一切的豐富尊榮 祂都是從祂而來的 祂可以給我們的 可以給我們豐富的生命 可以整個生命都是豐富的 有些人這個世界上是很悶的 很沉悶的 因為祂經常都是依靠玩手機 依靠某些方法來得到刺激 但是你從神得到喜樂 那種喜樂是永遠的 我都鼓勵大家經常都愛慕神 我們前兩個星期 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神的同在這個聚會都很強烈 都有不同的人經歷聖靈 我都希望大家保持這個 神的強烈的同在 那我們就會整個生命豐富 在我來說我常常可以的時候 我們會感謝神 讚美天父 感謝耶穌 在我裡面就湧流平安喜樂 這個就是豐富 也都賜給我聰明智慧 怎樣去分辨聖經 怎樣去幫人 這些都是大家可以得到的 還有尊榮 神會叫我們成為一個尊貴的人 一個充滿神的榮光的人 神你都自理萬物 他會管你一切 管你一切 來祝福基督徒 在你手裡有大能大力 他有一切的能力 使人尊大強盛 都是出於神的 他能夠令到我們尊大強盛 這個就是恩典了 他叫我們每一個都可以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一個強盛的人 好了 我們現在討論問題在這裏 很多人都很羨慕 現在我只是這樣講出這些討論問題 接著我就會帶領 你放我帶領的時候 可能沒有跟著這些問題 只是一些sample 一些例子 是可以這樣討論 但因為我的人 經常都是很自由表達的 我一用的時候 我就會用其他的方式 其實任何方式都可以的 亦都可以用以下這些討論問題 很多人都羨慕有才有勢 大家都很知道 香港很有錢的人 經常都想起姓李那個 就是覺得他很厲害 那你覺得是否有錢有勢的人 他的家庭是否一定是幸福的呢 不是 不是一定是幸福的 他家庭裏面 尤其是到他開始老 開始就會有新聞出現 不知哪個承受多少家產 即是經常注目都在錢上面 其實是否有才有勢的人 一定是否幸福呢 第二 聖經有很多預言 預言不同的國家 有不同的命運 都應驗的 證明神是掌管列國和世界的前路 前面那兩句是說到 是宣告給他聽的 即是告訴他 聖經預言的事情都應驗 聖經即是說到以前未曾有海嘯 但聖經在盧家輝那裡說到 他說因為海浪的聲音 那些人就方方不定 以前是沒有什麼海嘯的 但現在是越來越多 有什麼地震就馬上有海嘯的警告 而將來會更多 所以聖經一早已經知道 譬如以前的地震也都數目很少 但聖經一早說定 是將來很多地震 以前的瘟疫都是很少有的 但現在呢 整天都有的 整天都有不同的病 而同時其實現在這個世界上 有幾個病是一直影響著的 除了我們現在有這個新冠肺炎 也都有愛滋病 這個喉斗 有不同的疾病 是在這個世界上傳播著的 其實人和我的方法去嘗試控制 但其實那個危機隨時都會出現的 這也是應驗聖經語言 聖經講到將來有很多瘟疫 證明神是掌管列國和世界是前路 我們看到被神掌管的基督徒生命是怎樣 譬如一方面神掌管世界 而聽神說被神掌管的生命是怎樣 神掌管人和國家掌管人有甚麼分別呢 神掌管一個人的生命和國家掌管人 在這個世界上國家都有不同的問題 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 現在是傳言跟從神的 以色列本來是跟從神的 但因為他現在不信耶穌 所以他不是真的跟從神的 美國立國的時候他是有相當的基督徒 不過他現在越走越離開 越走越離開 雖然他仍然是一個強的基督教國家 但他依然有很多地方是不聽神的話 譬如同性戀那些力量那些無神論是很強的 這是一個很可惜的現象 而有些國家更加彌補就是 信耶穌是不合法和傳呼音是不合法的 這是敵黨神的 即是很多國家掌管人的時候的後果是怎樣呢 這個經文我們看到神掌管多少樣東西呢 你相信神能否在各方面重建你的生命呢 你的生命你覺得神有那麼多權力 祂能否掌管呢能否重建呢 你想聽神如何重建我們的生命呢 這就是帶出對祂的影響了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某方面沒有能力和幫助 自己好像沒有甚麼力量沒有甚麼幫助 你想不想讓神重建你的生命 叫你有大能大力 變成尊大強盛呢 你想不想整個生命給神去重建呢 好 我們待會用這些經文 我們看回這個經文 現在我帶領大家的麥克風準備好了 好 我們邀請那人一齊看看這個經文 在這個世界上呢 好多人呢 就覺得哪個夠勁 夠錢 有錢多 夠強勁 或者呢 武器夠多 有些國家 哇 很多武器 都覺得它很厲害很厲害 或者有個人很有錢 很有勢力 是否一定呢 他的家庭幸福 他自己幸福呢 可以回應的 他有錢 有錢有錢 有錢有錢的呢 他的家庭不幸福的 一旦就他先生呢 他先生呢 要分戀情 他帶大又不開心啊 搞到被丈夫那些入袋 總之就不開心的 他不過 我多數聽到是離婚多的 有腰鬱、精神病 都是有錢的人做的問題 我所疑得知有錢有錢 是的 我們看到這個世界上 人是當有錢有錢的時候 未必是更加好的 其實問題更加多 尤其見到那些有錢有勢的人 離婚的送戶是更加多的 因為它更加容易有女人追她 周圍的女人拿到她 找到她的心就會得到很多錢 所以那個人又是非常大 就更加多問題的 好了 我們看看這個世界 有一個神創造 我們真的有很多證據證明神創造 神創造這個世界 大家看不看到 你看到這個世界創造得多有能力 那些能力有多厲害 在哪些地方我們看到 神的能力很厲害 神的創造 神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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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到那些甚麼 看到神的甚麼 大家可否 神創造倚咒花草樹木 創造星星 創造太陽 創造不同的食物 科學 讓人要智慧 創造人 都是看到神奇妙 偉大 愛 看到神奇妙 偉大 愛 跟經文 看到他的能力 榮耀 威嚴 強盛 不過我們看神創造天地無窮無盡 我們都不知宇宙有多大 感覺神非常大 非常好 我們的對比下去 一些人很有錢就有很多問題 神很富有 一切都有 祂有一切的能力 神有一切的時候 是否像人一樣變得不幸福呢 神有一切來 很多人有一切的時候 他就會很花費 譬如他就會很強勢 譬如有些人做普通人的時候 都好些 一做了領袖 做了老闆 甚至做了國家元首 有時問題就出現 但神掌管這麼多 他是不是變得霸道呢 還是變得怎樣呢 始終是怎樣呢 因為神有大案 但一個人做過官的時候 他有種貪念 所以就有罪多些 神就不會 神就不會 神是會怎樣呢 又愛我們 會愛人 神就有些什麼特質呢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看到神的能力 祂帶來的後果是怎樣呢 神會似福氣 和愛我們都會似隱典 祂是很謙卑 祂不會無驕傲 祂不會看我們都不喜 祂愛我們都不喜 所以人和神是完全不同的 當人強盛的時候 祂就會驕傲 祂就會自大 祂就會霸道 但是神 祂雖然是掌管一切 但是祂依然是很謙卑的祝福人 很謙卑的去感動人 去帶領人 改變人 這就是神和人的不同了 因為人呢 當他有的時候 有機會的時候 他就會利用這些機會去爭取他想要的東西 譬如我們見到一些比較落後的國家 經常都有 譬如在非洲 因為去非洲很多 他們經常都有政見的 那些政見就是什麼呢 那些人一上了位 他立即想貪多些錢 目的就是想貪多些錢 所以那些國家是非常不穩定 甚至很基本的東西他們都不建設 譬如電 那些非常不穩定的 經常都會停電 那些人做了他們的國家元首 就希望賺多些錢 好了 人掌管就不是那麼好 神掌管就很好 神掌管是帶來很多祝福 那個問題就是 有很多人又不是給神掌管的 不給神掌管的人 就會發現生命裡面有什麼問題 有很多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有很多問題發生的 你會見到有什麼問題發生呢 而那些信耶穌的人有什麼不同呢 對比一下信耶穌的人 聽耶穌的話的人有什麼不同 那些不信的又會怎樣呢 我分享一下 我都是信耶穌去聽從神的話 去相信去改變你罪 去愛人 去聽靈靈者 去聽靈靈者 我現在身邊都有 我教會有的 但是以前我看到我腦袋很痛 我哭 我現在不會 我現在來這裡不斷去學習 不斷去振著知識 怎麼去充滿 怎麼去聽 學習自己放下自己 愛人 去聽靈靈者 我現在就 我教會那些會玩我 自動會玩我 那我就去關心她 去聽她 還有跟門戚解釋她聽 那我現在明天又要約到一個我小組的家庭員去找我 我就是很感恩 我早初是 現前是空白的 我現在來到一個 要來這裡 沒什麼學習的道理 不斷去 我自己是很多很多接觸 開始要少少明白 去開始現在 去識責她的幫助 要身邊 要需要 甚至看到你那個輕卑 還有你肯付出事本來大量大的 就是用那個人去顯卑 你去幫助更多 要需要人 還有 最重要的是 相信 要純福 有些 為什麼跟到問題呢 就是不信 不信神那麼好 不信福 不肯聽別人說 她自己覺得自己是這樣 我信誰都有 但我有時我都奉祈禱 還有不斷地可以去 現在用這個方法去擔心她 OK 好 謝謝主 我先問你的問題 是 那些沒有耶穌的人 他們神有這麼偉大 但是他們的生命會變得怎樣 而信耶穌的人的生命會變得怎樣 你現在講到的就是你幫助人 這個部分 我所講到 一個地圖愛主 他的生命會流露些什麼出來 他裡面有多少豐盛的恩典呢 一個信耶穌的人 他有一個生命的質素流露出來的 他身邊的人會看得見 可能你沒有預算 會約別人吃飯 可能他會 然後有很多人 突然間 我很想約你吃飯和你聊聊聊 了解一下你 為什麼會有這種生命出來 但如果一個沒有信耶穌的人 可能他在他的生命裡 誰就是想賺錢 他的自我 用自己的能力 就是有很大的對比 是 很多人在這個世上 他們沒有耶穌的仇 他因為他沒有 即他什麼都是靠他自己的錢 靠他自己的親人 他什麼都是捉實這些 當他的家人有什麼改變 或者他的經濟有什麼問題 他就崩潰了 他就沒有力了 他就很不開心了 他就煩惱了 因為他沒有依靠 但是 屬神的人 我們經常都有力量有喜樂 聽神的話就會有喜樂有力量 並且神會帶領我們 帶領我們整個生命發揮 我們見過很多貝徒 他們信了耶穌之後 他的憂鬱都好 他的煩惱都好 整個人變得越來越開心 越來越喜樂了 我們跟那些人聊天都可以 講出這個神可以給我們的封聖了 你有沒有一些地方 你覺得需要神的封聖呢 你有什麼地方你想神去醫好你 將祂的能力 榮耀 威嚴 尊大強盛放在你身上 讓你不再是一個軟弱的人 這個經文講到神裡面那種尊大強盛 祂有能力 我們都可以看一看這個經文 神可以給你幾樣東西呢 祂叫你成為尊大 你覺得你的生命是否尊大 是否偉大的 是否被人尊敬的呢 你有沒有能力呢 有沒有榮耀發出神的榮光出來呢 有沒有勝利呢 因為你好像什麼都失敗那樣的 有沒有神那種威嚴呢 和神一切的東西都賜給你 結果你豐富 你的生命是豐富的 是尊榮的 又有能力的 又成為尊大強盛的 神都可以給你這些東西給你 那有什麼地方你想耶穌幫助你呢 這個就是希望那個人回應了 你會不會有時煩惱呢 如果他想不到 我們說 你有沒有有時很容易煩惱呀 擔心呀 那有些人就會說 遂耶穌不擔心嗎 遂耶穌有錢跌下來嗎 遂耶穌有錢跌下來嗎 遂耶穌有錢沒有了嗎 你怎麼回答 大家可以回答 遂耶穌有錢跌下來嗎 教 Febru twice一下嘛 遂耶穌有錢去留下 我有一次去留下 在家過的女婦 Shaun家 we 好應地告訴我 信耶穌不用做事 有飯吃的 跟著我就我說 不是呀 耶穌叫我們勤力去做事 就是會有餘 可以分給一些窮人 我這樣答他 好,非常好,圣经都教我们去做工的,去努力的 那信耶稣的人和不信耶稣的人做工有什么分别呢? 你又做工,我又做工,那你信耶稣有什么不同呢? 信耶稣的人有平安喜乐,有爱心,所以如果一个听耶稣话的人 是和人相处更加容易的,更加懂得去关心人, 见到人的需要,譬如有时做工的地方,那些人见到人有需要,就会觉得 你这事不关我事,我不帮到你了,但有些爱心的基督徒就会说 我可以,你想要我帮一下你,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一下你, 基督徒其实我鼓励大家,你上班的时候,不要只是和人计较, 这份工,这一项是你做,这一项我做,当然我们不是被人任聚, 比如有些人说,我那些我给一半你做,我们不是要这样, 但如果觉得那人有困难,我们可以说,有没有地方可以帮你, 我怎么样可以,有没有地方,你是不是太忙, 这一阵你想要我帮一下你,就是在可以的时候, 或者总是愿意关心到人的需要去关心他, 有时候未必是帮的,比如见到他很烦恼,我们都要关心他, 那这个都是一个基督徒,可以的人缘更加好, 工作应该更加好的, 还有更有聪明智慧,怎样做得更加好, 有些基督徒呢,曾经有一个基督徒, 他其实是一个广元来的,他就告诉我们,他说, 神赐给他智慧,他怎样有一份,他有一样工作, 他自己开一样的工作,那样工作赚很多钱, 所以他说,我做很多事奉,就是神给他聪明智慧, 怎样可以赚到很多钱,让他能够侍奉, 那这个就是基督徒能够有这种智慧聪明, 能够有智慧聪明,有困难,我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就不会说,哎呀,死了死了,怎么办,哎呀,哎呀,那些东西都写完了, 哎呀,怎么办,死了死了,没人帮我了,哎呀,哎呀, 那些就叫好腾鸡,但一个爱神的人, 就会有平安,有喜乐,有力量, 那你想得到这种恩典,神真的会将平安给你的, 又可以分享,我以前都有烦恼的, 有时候担心忧虑,有时候不知道处理事情, 神都赐给我聪明智慧,尊大强性, 以至我愈来愈进步了, 好了,那就是说,说到人的强性,未必是好的, 神的强性,他依然如此谦卑,祝福我们, 而人呢,没有神是很多问题, 但是人有神呢,是有很多祝福的, 那你有没有地方想神祝福你呢? 你有没有地方想耶稣现在介入, 譬如可能你的忧欲啊,你的睡觉啊, 你人际关系啊,有没有地方我们可以帮到你呢? 我都愿意帮助你,那你就能够一步步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进步了,那这个就是说, 我们怎样带出这个神的丰盛恩典, 来到去帮助人呢? 我再说一次,就是说,首先, 你觉得世上的人有钱是否一定幸福呢? 是否一定快乐呢? 是否令到人更加, 即是说,觉得欣赏这个人呢? 他的家人又觉得怎样呢? 好了,但是神的强性, 那么厉害, 但是神依然那么爱我们的, 而人有神呢,可以很丰盛的, 很平安喜乐, 但是很多人呢,他没有神呢, 他是很多烦恼的, 可能他会说,我都知道有些基督徒他很烦恼的, 那我们就说, 很可惜的, 因为有些基督徒他虽然信耶稣, 但是他没有听耶稣话, 所以他生命很多问题, 但是听耶稣话的人, 最好我们本身都主理好生命, 我们告诉他, 我以前都是有一些烦恼的, 不过我现在都不受影响了, 我现在开心很多, 我有力量, 有聪明智慧, 你都可以这样, 并一神祝福, 让我能够有各方面的供应, 和智慧聪明, 那你想得到神, 在这些生命中帮你呢, 他说愿意, 那我们可以说给他听, 第一步, 因为人和神中有隔开就是罪, 当我们悔改信耶稣, 求耶稣赦免, 耶稣就开始拯救我们, 改变我们, 我们又听耶稣说, 给耶稣修补我们的罪的行为, 人制的问题, 我们和人相处的问题, 我们缺乏聪明智慧, 我们睡觉睡得不好, 无论什么问题, 都可以, 神可以帮你的, 那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想耶稣帮你呢, 那我们就去帮助他处理问题, 帮助他明白神的强性和恩典, 好, 那我们现在就会, 我们有祈祷, 然后跟着我们就会分组, 一起起床祈祷, 亲爱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一切的尊荣, 强性能力都是属于你的, 你能够将智慧能力赐给人, 你能够叫人尊大强性, 我们多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因为神你是有丰盛恩典, 但你不会因为你的强势, 而你会骄傲, 你虽然是非常强, 但是你不会叫无, 你是很谦卑服侍我们, 你很有和谦卑来祝福我们, 求主赐给我们信心, 我们的神既然是什么都有的, 我们相信神凡事都能, 能够祝福我们的生命, 提升我们的生命, 求主赐给我们智慧, 使用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能够结出封盛的果子, 是神所喜悦的, 将来得着神大大的赏志, 今生来生都得着神的祝福, 多谢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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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